欧阳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 学会关心我了 因为 因为我从来没有战胜过你 这和考学有关系吗 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不公平 领章不一样 不代表能力不一样 那夏拙我要提醒你啊 聪明可不能吃一辈子 会消化不了的 自信也不能吃一辈子 会营养过剩 行 其实我一直在想 怎么才能打败你 那你想出来了吗 当然想出来了 你 就是不敢面对你自己 对吗 你就是不敢面对你爸 你说什么 你就是不敢面对你爸 这是我的私事 有意思 咱们俩又换了位置 咱们现在谈的不是这个 谈的是什么 行了 你要是解决不了你的事情 你对我来说 没有任何的说服力 一切 免谈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怎么样 刚才还行吗 差一点 但你说不上 差哪点 我觉得行 他脸皮薄 就你刚刚的尺度 刚刚好 我就是怕他回头跟我说 你爱搞不搞 反正我不理我爸 那我怎么办 不能吧 不至于有言不计 他做梦应该都没想到 会被反杀 我觉得 就我们三个人 琢磨他一个人 他还能逃得了 对 谢谢黄医生 那我们接下来 实施什么计划 快说说 像欧阳俊这样的人啊 你不能让他觉得 是你在帮他 你得让他觉得 是他在帮你 然后在他情绪的制高点 咔嚓 完成一计反差 夏拙 送你四个字 不明觉厉 我也送你四个字 梁东咋办 我也送你们两个字 散会